欢迎收看五期股市同学会 我是陈明君 各位同学上课了 美国股市礼拜一全面的收黑 台股今天震荡走弱 电子全值股涌现了比较大的卖压 加上金融传产 也没有什么力气拖累大盘 今天跌幅是 越开盘到最后跌幅越大 今天加全指数下跌了251点 收在全场的最低 台股今天大幅度的拉回 但是有没有关系呢 大家都在等什么啊 等明天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摩 跟美国总统拜登 会发表什么样的谈话内容 方向确定之后 资金才会有比较明显的动能吗 马上欢迎特别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分音师肖又铭 老虾好 明君各位同学好 欢迎分音师连千文阿姆赛好 明君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分音师邓稍微 邓老师好 明君同学们大家午安 好 台肺股市今天 看到了这一波反台以来 比较大幅度的拉回 但是有要紧吗 明天台积电美国的 这个上机典礼 张忠摩 拜登 预计都会发表谈话 但在发表谈话前 资金先观望吗 电子股间没有什么样的买气 那有没有关系呢 邮局操作很精准 根据统计邮局去年以来 就要今年以来 居然报酬率还有达到百分之三 他们喊咯 明年会加码台股 那跟着邮局挑股票 选大不看小 哪些族群有肉呢 可能是电动车跟充电相关的 为什么最近欧洲很冷 瑞士说电力不足 电动车可能暂时不能上路 那这代表说 除能概念股又受到的关注 除能概念股起涨的开始吗 怎么样来挑股票呢 老肖老师教大家选股的方法 郑州之乱害到了 苹果的出货表现 红海 杜小月 11月的营收月减近三成哦 可是豪家载有电动车的超强引擎 股价断空但长多吗 国家商技股就有一点点担心了 资优胜宝瑞怎么达到跌停板呢 商技股现在怎么样来操作 本梦比还可以看吗 还是可以比较认真来追求本益比呢 请问阿文塞 大凡今天南下 早在预料当中啦 台积电上机典礼之前 资金比较明显的保守观望 拉回支撑价找机会吗 而今天多数的股票都是跌的哦 但这个时间点才是检视 哪些股票好 哪些股票不要追的时机 邓老师教大家来看门道 广告回来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台北股市这一波低档啊 这个反弹以来超过了2000点 今天看到比较大明显幅度的拉回 这是一个中计站吗 拉回反而是好事吗 昨天美国股市下跌 台股今天啊 开低走低 中场收最低哦 尾盘灌了42点 今天这个中场的是 下跌了251点收在14728 成交量24441元 那今天呢大股票 尤其电子股呢 表现都比较疲软 台积电收最低478 明天是上机典礼 大家都比较观望 红海部分呢 郑州之乱影响营收月减进 三成股价下跌 CDKY高价股 甚至还得打到了跌停板 海股今天呢 拉回这根黑K 一下把五日线 十日线都失手了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有这个大摩的空头分析师啊 这个人非常准确 今年以来的预估的呢 几乎都是命中率百分百 他认为说 现在准备要卖股了哦 因为标普会再跌百分之二十 我想先温老师 先从大盘来看 其实你也有讲啦 因为美国股市哦 我们跟肺半联动高 主要肺半是跌的哦 今天台北股市 应该本来就不会有 太过为于向上的表现 那目前呢 在区间震荡过程当中 怎么样来抓震荡下缘的支撑点呢 首先呢 我们先看家群指数 今天受在一万四千七百二十八点 那整体上 我们在昨天这个单元里面 特别提到 台股呢 我们去连结 就是说 从一八六一九 一七七七零 到一六八一一 这三个高点 我们你观察第三个高点 一直到一二六二九 市场主要的防守 会落在一万七千 一万四千七百二十点 也就是说明天主要 马上就碰到这个防守区 关键在于 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前推 推过去这一周 也就是说你原本就已经知道 是七二零到一五一九九 关键在于 那我怎么知道 这个整理区间 它是要往上挑战 或者是要往下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来看右侧 这个就第一个非常简易 但是各位呢 你可以针对每天 你不用担心台北股市 每天接下来 它要往上涨 往下跌 其实一开盘你就已经知道了 你说是吗 是 好 我们看 各位请看 画面上你所看到是 加权指数 今天早上 早上 整体的一个变化 好 我分别给它一个叫A A 一个叫B 一个叫C 那各位一定会问我说 那这个ABC怎么来的 ABC很单纯 不要猜 你只要针对每一分钟 交易量的变化 我们叫量价 你就可以知道 A在哪里 B在哪里 C在哪里 一般我们都只讲到A OK 所谓的A就是说 不看开盘量 接下来交易量 一定会往下掉 不可能开盘量之后 接下来交易量持续往上 那种几率一年 大概只会发生一次 所以正常情况 交易量会往下当 你抓第一根串上来的 好 举例 今天的第一根串上来 提早到9.05分 9.05分 当时加权指数的价格在 14950点 各位请看 黑色这里是14950 然后往上拉 是不是刚好撤到14950 就再见了 就一直杀 好 各位请看 不要急 一直杀一直杀 好 杀到这里爆量了 你只要看一分钟了就好 其他不用看 它有两个最次大量 是 圈起来的地方 第二大量跟第三大量 最大量叫A 次大量叫B 第三大量叫C 对不对 好 因为最大量是A A大于B B大于C 所以你就不要指望 它今天会往上攻了 那不可能 你要看的就是 这个B跟这个C 它会往上走 还是会往下跌 因为A的量 卖出量大于B B的卖出量又大于C 所以今天就比较小心 所以B跟C出现了 对不对 好 赶快看B的价格 B的价格叫14894 C的价格在哪里 在14852 所以你不用杀了 它一定杀到C 是不是到C 它会到哪里 它一定来894 但是这8小时 它站不住 对 为什么它站不住 因为B大于C 对 B大于C 所以一定会回来 关键在于 这个C要不要守 C不守就是14720了 所以原则上 你可以针对未来每一天 你只要利用量价 你就可以判断得非常精准 好 那刚才讲到 这个大摩的大空头说 这一波反弹结束了 可能要开始检视 你手中的股票 卖股的时间到了 然后教授我们怎么看一下这段话 因为我们其实道分都认为说 台北股是才反弹到半山腰 应该还有机会上上 它的立场是这样子 叫反弹主破底 所以它针对美股的看法就是说 这里是走一个下行 它讲美股是一个下行 这个下行反弹 你要抓它的高点 接下来会产生新一波的修正 站在这位分析师的看法 所以我们来看为什么叫反弹 所谓的反弹就是说我们看中间这一个 比较浅蓝色的 好 这是大摩全球可投资国家的指数走势 这是个高点 低点在这里 对不对 那这个是什么 这是反弹 他说就是这个反弹 他说这个反弹来到高点提防它会跌 那我们该怎么看呢 很快 你先看这一波的下跌 全球可投资指数是跌掉24% 台北股是跌掉30% 为什么我们下跌30% 因为我们期比量较多 所以在修正我们的幅度 就会比它来得大 涨得比别人多 相对的我们应该很庆幸 你说真的吗 真的 各位请看 台股这一波大摩 就是大摩台北股是指数成分股 这一波涨幅是18% 全球只有涨11% 我们跌得比人家重 涨得比人家快 代表什么 代表你的机会会比全球市场来得大 因为我们台股比较活泼 我们的波动性高 所以波动性高 你说那现在该怎么办 因为我们拉了18个百分点 全球是拉了11个百分点 新兴市场更可怜 它只有拉11个百分点 所以你这里你要观察 观察什么 大摩成分股 画面上你所看到 我很快速念给大家听 华航 长荣航 华兴 鸿海 友达 新兴 利基电 群创 严泰 洋民 这些个股是今天我利用交易量排行 就是说我们把它交易量抓出来 接下来各位看一下最右边 这是EPS今年的预估 这是明年的预估 一定要看成长的 如果说23年比22年 法人圈推估是比较往下缩的 那你是这种股票的 你就要特别提高警觉 因为你的未来针对这个族群 这一档个股大家看得比较保守 所以有上涨 你就一定要看什么 看四个指标 50分的WMA 日线的WMA 50分的MACD 日线的MACD 举例 华航 长荣航 它只要能够拿到4分 代表它没有问题的 而且它明年也赚得比较多 今年1块1 明年1块半 今年1块6 明年将近2块到1块9毛4 第一个 站在你是长头的 你当然看美股英语 可是美股英语 你买了一档 未来会涨的问题是 连续跌两个月 你也受不了 所以你一定要看它的得分 得分如果从4分 档下来3分 要趕快走 4分变3分 要趕快走 3分变成4分 你应该很积极 你不要管大盘 你就是买进 纵使大盘跌300点 你的个股本来昨天是3分 今天盘中变成4分 那你就不要考虑了 你刚才就做买进 好 老师老师说 为什么台北股市这一波 因为它主要是跌得比 全球的新市场指数还要多 所以反弹的力道会比较强 今天大摩认为 反弹主破底 如果有一些大摩成分股 看到有一些比较不祥的兆头的时候 还是要先跑为妙 要减码 好 大型股可能大家要稍做一点留意 但是小型股可能就比较有机会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先从华航来看 刚才看到这个华航 是有拿到4分 而且以后明年EPS比今年还要高 那老师老师怎么说 好 我们很快 第一个我们现在要先看日线 日线 日线是看趋势不是做买卖 你不可以因为利用日线做买卖 为什么 因为会有点晚 举例 比方说各位请看 这个MACD它一直都是正的 OK 叫1 它是正的日线 WMACD这天 这天变正 这个叫2 也就是说好 它告诉你 我确定我的华航 我是一个正向的趋势 但是不是买卖 好 我们来看右侧 右侧你要给它一个50分K 50分K的用法就在于 你可以比市场买得来得快 相对的你也不用怕它跌 因为纵使一档个股 没有那个股票不跌的 只要它跌之前 你可以卖得比市场来得早 你绝对划得来了 好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个叫3 各位请看 这个叫4 好 3是在这一根K棒 4是这支 这支 这支是什么时候 昨天 昨天12月5号 昨天的11点半 这个MACD也转正了 所以你什么时候该买进华航 你应该在昨天12月5号的11点半 最晚11点半你应该做买进 你可以买得比市场快 然后你也不用怕它跌 如果它要跌 这个WMACD一定会交叉相向 你也会卖得比市场来得早 好 老乡老师对于这个 4个分数 这个教学 那一位党是国泰金金融股 对 一样 各位请看 这个是国泰金 OK 那你一看 这个好 MACD都是正的 OK 再来我们看右侧 这是日线 这就很重要了 各位请看 请问 你看这 请问它有交叉向下吗 它没有 还没 问题是 它也是正的 你好 这里得1分 这里得2分 你说要加入糕点 抬到这里 我抬到乱七八糟了 光是从这个糕点下来 这已经相当一段弧度了 因为你用日线 日线只能看趋势 不是做买卖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50分 你看50分 好 50分他在12月2号 他就跟你说 国泰金你还快走 快走 一直走 你千万要快走 它什么时候 12月2号 12.20 对 交叉向下了 一说你还不走 来不及了 为什么 因为全市场 大家都在看日线 不管他用多少MA 或多少都没漏用 因为你是看日线 你用50分线 你可以比市场来得更精准 更稳定 你会提前在12月2号 你会开始好走 你知道吗 然后这台卵 你只会期待它跌得更重 让你有一个低点进场的机会 所以你高档要卖 所以刚刚我们这张图表 就是说大膜成分股 那我会在我们今天的light上面 持续帮大家做追踪 记住三分 接下来未来变四分 是做买进 一旦四分减为三分 你就要减码 好 那等一下会有更紧张尽的教学 然后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都可以扫light 那来看一下 大膜对大型股比较悲观 可是明年有没有机会 要看一下邮局的看法 绿巨人说 明年要加码 台股标的出炉了 因为今年股在双沙 邮局竟然来获利3% 他明年买什么 怎么搭顺风车 包含EPS台股前50的前段班 该要包含5G 元宇宙 电动车跟电池等等的 那我们从电池来看 刘德英之前说 他要担心5年后台湾会不会缺电 让除能概念股 从他谈话以来 股价就非常飘悍 今天工长庭的是华城 有绿能风电电网 未来三年续成长 华城中兴电 其实这些都跟充电桩 充电站 充电墙 多少沾上边 老师 老师 我们这个礼拜 上礼拜都已经先搭顶先布局 讲的这块族群 我们继续来追踪 好像除电概念股 就连瑞士都说 现在电力不足 可能没有办法开电动车了 真的是未来的显学 怎么样来做关注跟掌握的 好 我们看一下 绿能绿巨人浩克 我们就直接切这里 比方说华城中兴电 四电东元亚历 对不对 看名称 好像每家公司听起来 这个名字都不错 问题是 那我该怎么做判别 首先我们刚刚讲过 看50分的WMA 日线WMA 50分MACD 日线MACD 看得分 细分细分 两分一分两分 这个就暂时趴时不看了 你就要看四分的 分别有华城跟中兴电 问题是 如果说两档再来观察 可以 我们就看右侧了 好 我们就加一 什么叫加一 就是满分再给它加一点分 也就是说以华城为例 今年预计是落在1块9 那因为包括它在所谓的 风电的部分 新街的所谓的变压器 变电机的机组 那从过去10座 并且拉高到28座 是倍速成长 所以市场给它非常高的评价 我们来看 明年渴望成长到2块3 好 再来中兴电是5块1到6块3 所以这种就加分 就是说明年会比今年更好 就是说它除了拿到技术分析 拿到满级分之后 它的获利能力往上成长了 你可以再给它加一 那你自然而然 可以叼到市场最亮眼的明星 当然这些个股 我们也会在Lite 8里面 持续帮大家做最终 好 那我们看一下上个礼拜 跟大家提到的中探针 那中探针也是一样 现阶段你要提防 这两条线只要不跌破 它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只要50分50分 现在都是看50分 因为日K是OK的 日K是OK嘛 那50分只要交叉 你就该走了 你不要等到日线 你往往已经会跌了一段幅度 好 那另外看到滑城的部分 对 滑城一样 各位请看1跟2 就是确定趋势是多头 好 我们来看3跟4 好 3呢也就是说 它WMA是在这里出现买进的 对 还是不能买 你的关键点是在这里 12月2号 你也是在12月2号 MACD也转正了 所以这个4你会买在这里 买进之后你根本不用理它 因为你知道你的高票会去 对 所以你不怕就会拉起来 未来怎么办 除非这个它4分会变成3分 那你就要走 否则不用担心 好 那刚刚的表哥里面 今天老夏老师要特别提醒两档 一个是梁维 一个是微信 对 就在电动桩的部分 我们在上个礼拜 有持续帮大家做分析 比方说6290的梁维 因为这都是日线都是正的 我们看50分线 分别是3跟4 这确定是个多方 我们再看在微信的部分 相对的MACD一直都是正的 那整体上这都是4分满分 只要不往下档 都应该站在正向 好 这个表哥 跟大家做个分享 就是说针对我们之前 在过去这一周 跟大家分享 从康书 飞鸿 信邦 延华 一路下来 那这些族群里面 我们会持续在Lite Ad里面 帮大家做追踪 欢迎各位有兴趣 可以加入我们的Lite Ad 好的确电动车 加上除能概念股 其实上个礼拜老师 要是领先帮大家掌握这个族群 但是你看到表哥里面 股票非常的多 只怎么样来做选择呢 日K如果发现了 WMACD要转正 得到了分数之后 还是要从50分可以来观察 那这个数据跟这个指标 是比较敏感一点点 也很敏锐 变动的速度很快 大家如果说想要掌握 这样子的投资的机会 跟进出点的策略的话 都可以参考 老肖老师的下方的这个QR Code 锁机扫一下 包含了表格的资讯 相关选股的方法 跟操作的逻辑 老师来Lite 你没对跟同学们来做分享 关会来一下 生计资丢生宝瑞 怎么今天达到跌停板呢 它有利空 短空长多的生计股 到底现在该怎么操作跟解读 请问阿文塞 休息一下 所定谷气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57股市同学会 今天电子股熄火 生计股也没力 大盘一叠就叠了200多点 那生计股怎么了呢 今天也讲个股 宝瑞被打倒的跌停板 它发生什么事情了 宝瑞打到跌停也让好多 今天早盘还不错的 生计股盘中 都做比较大幅度的拉回 可是有没有关系 这只是短空长多吗 生计股本益比不再是本盟比 包含了保宁附近 自制拿百零原料药 明年送美认证 前三季就赚赢去年的全年 那药华药前11月份营收 又创始高 一到11月的营收 年增383% 美国新药Ropec 美国的销售成长 包含了台湾 韩国欧洲三地 都出现了成长动能 就是生计股部分 我们先从宝瑞来问阿文塞 怎么今天跌停了呢 那短空长多 它的利空怎么解读 会不会影响到 整体生计股后续的走势 另外一块是电子股 怎么今天落 因为鸿海啊 受到郑州事件的干扰 10月营收是出现了 年减近三成的幅度 但是他们也讲了 第四季的展望 跟外界预期相当 大力光尽管11月份还不错 但是他也说12月份 要小心一点点 拉后动比11月还要差 电子股跟生计股的问题 一起來请教阿文塞 先从生计股来谈起 好的 我们来看大盘的一个 盘充图形的部分 我想今天大盘跌得满多了 大概跌251点 主要是两个 第一个的话是台积电 我们看2330的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昨天尾盘击杀 今天还是要掉下去 所以台积电的话 是一个止跌的关键 我们看台积电的K线图的一个部分 台积电的K线图 大概这边要看470 470如果破一般盘头机会 比较大一点 所以沿着上台积电要看470 看可不可以守住470 对 我们回到保瑞的部分 今天第一个因素 大反为什么跌251点 保瑞 因为一下子就打跌听板 我看盘中图形的一个部分 就打跌听板 大家就要问为什么 主要的重点是 保瑞的子公司美国安城 他经销这一颗所谓抗癌药 因为这个抗癌对它非常非常的重要 它这个合约的话 是到明年3月30要结束 所以每月的营收会减少5亿 它现在营收 暴增的话是18亿 18亿这个5亿的话 买到两个贵 这个是满多的 然后盡力影响2000万 我们现在来讲这个问题 2000万的话 因为它是明年3月30要截止 等于就是说从9月开始 不是 4月开始 456789就是大概有9个月 9个月一个月 如果影响2000万的话 那是代表说明年的获利 会影响1.8亿 它的股本的话是7.53 7.53的话你把它换算的话 就影响它的EBS是2.4 2.4它现在的本益比 大概25倍 所以等于它的股价的话 就要下以60块 下以60块我们来看一下 保瑞它今天跌46块 所以60块再跌4块就可以 大概就400块 所以我们看K线图的部分 所以理论上它的一个股价 应该在400块 这边以后400块的一个支撑 这个地方应该就反映完了 但最多反映的话 我们是把它估计大概380 就是说最多让你就说 因为市场信心不足 一定会超跌 所以我们把它认为就说 380就是一个支撑的位置守在 所以美食也是受到它的影响 但是我们这样讲就是说 或者是保瑞这样跌 大阪指数就下来了 生技股就没有希望 其实这几天的法朔会 其实告诉我们就是说 其实生技股跟以前不太一样 虽然保瑞它是这样 但是因为保瑞个人的情况 其他不一样 你看这个图形 过去2014 2016 我们知道所谓的GR 跟所谓的浩鼎 结盘失败 大家跌那是本盟比 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 生技股没有获利 2019年是马拉斯的 2020年只有一点点 2021年只有赚一点点 但现在不是本盟比 现在是本益比 你看2022年 这获利的话已经增加到 这边大概70亿左右 明年现在估计 大概原则上 大概120亿左右 所以这个获利已经大幅增加 所以不是本盟比 是本益比 所以变成说也许保瑞这样 其他股票并不是这样 昨天有一个公司开发 所谓叫保磷 我们看所谓的17 所谓的60的保磷 我们看盘中图形的部分 今天保磷一开盘就开很高 就要拉长低 因为保瑞跌跌板 所以被拖累就往下杀 我们来看看昨天法术会怎么讲 他昨天法术会意思就是说 他旗下有阵风化学 他这个柠檬酸铁 就是做拿把磷的原料 这个产能 每年增率的话本来是 大概零产能本来是30到80顿 现在一年会增加到100顿 所以变成他营收会增加12到16顿 这代表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取中间只是14亿 你知道他一年营收多少 25亿 未来一年的营收会增加14亿 但是他的营收金融是25亿 这表示说 这个东西会使他营收增加56% 56%大不大 大 而且他昨天法术也讲到说 他在欧洲的布局快了 在中国布局快了 他说在中国的布局会先拿到一个马拉斯洞 就是说虽然可能药证还没有下来 但是他会先拿到大陆给他的 所谓的这个厂商给他的马拉斯洞 里程金6块 他现在1年赚5块钱 这6块你就10块了 所以昨天他这个消息 对那股价很好 一开盘就开高 所以变成说并不是保瑞这样 所有的这个所谓的生计股的 基本面都变差 并不是这样 所以昨天你可以发现 单单一年的时间他拿把你的原料 他可以增加14亿的营收 大概现在才25亿 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营收的增加力 是50% 而且可以拿到6块 所以这个法术效果也很好 那药丸药为什么之前没什么涨 就是因为他10月营收比较差 但11月营收液增14.9 这就很高 你可以发现他现在调高药证 调高这个药价 对他就很棒 你可以发现他这一颗药性用药 现在就是说未来的营业金额的话 在美国的话会是13.8亿 这10亿 这个是比原来一股高出很多 你可以发现他现在的产能 只提供所谓的1万人 但是2024年是2万人 2026年是3.7万人 所以未来获利的一个调整 其实是很高的 要越多病患可以使用到这个药 对 所以药滑药跟保齡的法术 其实讲的都还不错 所以我们回到上一页 也就告诉我们就说 虽然保瑞这一个 会使得生技股做调整 但是这个影响的话是2块4 所以影响可能60块 影响60块的话到400块 大概最后影响跌下跌 今天就跌是几块 这样跌的话就 但它是个别因素 其他股票会跟着跌 但是其实现在所谓的生技股的话 已经不是过去的本孟比 它现在获利大幅的成长 所以这个的话 慢慢都已经形成个本益比 法术的效果也很好 所以我是觉得生技股的话 经过拉回之后 在前不后继往上拉的机会 还是很大 好 那来看一下 11月份的营收总体检 我们刚才讲到的是瓶盖果 我们先从前面这个部分来看 是11月份 即将欢乐即将愁 表现好的其实股价上面 也有比较正面的反应 对 过去我们也在讲所谓的创意 M31或者是所谓的金星科 因为这些在基本面 或者是力旺 这些基本面都很好 就公布了11月印收 创意还是创新科 跟过去比较差距还是非常大 所以这类型股票 如果有K线还有捐资比的话 你可以发现它曾经捐资比多少 82.2 我没有看过这么高的 也就是说所有资全部拿来做放空 有资才有券 券是因为有资才能够 拿这个资来放空 结果100张有82点张拿来放空 几乎大家都放空它 越放空它的话其他就是不跌 所以这个捐资比你可以发现 最高82.2 全部加了很长 最近回答说拜託我输 我认赔了 认赔就稍微转弱 但是它还是没有真正跌 因为重点是怎样 重点是说62.9还是很高 捐资比62.9还是非常高 跟以前比较还是非常高的水準 所以虽然没有像之前82.2 但是62.9其实还是在加空 另外像这种八冠 这个影响军工概念股 因为它公布营锅竟然串新高 但是突然这个月比上个月 反单一个纤维布的涂层 做这个东西做仿制 这个也拉涨低 所以军工股的话 还是一个大盘的观察重点 光通讯的部分也表现很好 因为这个联雅以前都很烂 你可以发现营锅曾经降到这种程度 最近一直拉 现在看起来 还会继续往上拉 所以光通讯的部分 像林雅 或是重打的涨顶板 所以原则上 未来在营锅表现这样看起来 IP股 还有所谓的光通讯的股票 应该是会比獅子比较高 但是军工股也不要被八冠片了 八冠件营锅高的话 也不表示合成就会高 也不表示雷虎就会高 也不表示汉翔就会高 对 耳后的话应该非分歧 不是一直在拉伸的 好 但是萍蓋股的话 这次会让人家比较失望 你看这个鸿海 鸿海这个一降 降下来的话大概一个跪趴 對 这个郑州涨11月的产能力 只有20% 现在富裕施工 是不是能够支加很多 但是不容易 现在大概都是20%的话 这个对耳后 萍蓋股还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你知道美利这个东西 也降得满多的 有些人都说大地光大地光没有什么降 没有错 大地光因为有三星 对 还有其他安卓系统也是用它的 所以它不是纯萍蓋 但是他有讲过说 明年第一季会季节省两成 这个就比原来一股稍微高一点 所以萍蓋股的部分 现在看起来 情况会稍微比较糟一点 所以我们觉得说 整个大阪既然今天跌251点的话 也就是说会分歧 所以在选果方面 基本面的差距的话会很大 这个就要小心 好 基本面的差距会很大 今天我们在帮大家找几檔热门股 创意的11月份营收还创下新高 卷资比高达了62.9% 曾经突破了8成 现在创意的这个host 怎么样来做操作 另外几檔各股 也都最近有新闻的 怎么样来做关注呢 对 我们原则上就是说 我们所讲的这些资料 有些人可能就来不及操 来不及操 对 我们大概就会在我们 Li-A的部分里面 我们就放在上面 而且会把有时候我们在看 所谓的外资的报告 还有所谓的这个类资的报告 比较重要 我们都会在Li-A的里面 所以大家如果少Li-A的 进去之后的话 可以Li-A的 我们会时日把一些资料 放在里面 因为毕竟阿文在只有 写一句话题材 可是内容还是很丰富 对 篇幅有限 来不及放上来 Li-A的里面 都会有更加详细的说明 对 我想今天的话 像宏达电我们来继续追踪 我们看2498的宏达电 其实我们看盘中图形的部分 不然一开盘突然之下 这些的话还是属于 整个大盘的一个多头指标 也是作为观察 有一个的话 是今天的研究报告 这一个的话是游位科 它是一个所谓的半导理的设备 比较属于那种所谓 晶莹级的封装设备的部分 这个东西我们会认为 就说这也没什么 但是我们来看法说会讲的报告 既然去年的话是赚3块 今年赚6块 今年其实一般情况都不是很好 它既然可以赚到6块9毛1 明年8块2毛8 这类型股票 等于是法朔会里面 效果会稍微比较好一点 也只有我们做一个观察 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像所谓的中砂 其实 同性买满多的 以前我们认为 这个东西的话 是比较没有什么搞的 后来我们发现就是说 为什么会慢慢有搞的3奈米 因为现在3奈米开始要用 3奈米用的 鑽石碟的价格会比较高 你会假如说以前 这个7奈米代工是1万块 5奈米的话是1万6千块 本来3奈米代工是3万 现在降到2万4 可能会把它压到2万块 但是你可以发现 那价格差很多 所以它所用的鑽石碟的价格 就會差比较多 鑽石碟差比较多的话 对股价可能就会有 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们先看创意的一个 K线图的一个部分 剩413 那这类型股票我是觉得说 除非真的它的一个 卷資比真的是降到50%以下 50%以下的话 我觉得它比较会有明显的跌幅 如果没有50% 还是62点多 这些都是卷資比非常高 它是整理在工整理在工的 一个情况 不过我是觉得这类型股票 如果跌破650块的时候 也稍微要小心 所以不是说股票永远不会跌 但是它的重点是要两个 第一个是卷資比降到58以下 第二个的话 是在股价如果破650块的话 稍微小心 所以个别股的一个情况的话 我们有些资料 我们会在LINE IT 里面放给各位看 好 阿文赛刚才提醒 就像是创意的部分 卷資比这么的高 营收也创高 然后这个卷資比 刚才阿文赛特别定例 如果说降到了50%以下的话 股价可能才会看到 比较明显的拉回 但如果你有的人 就可以关注这个指标 或者说不知道 后续该怎么操作的话 都可以参考我们画面上面 阿文赛的大头娃娃 下方的QR Code 跟阿文赛加个朋友 加个LINE 相关的热门类股的操作 还有生计股的一些选股的策略 阿文赛在LINE IT 里面 都会跟同学们来做分享 还有讨论 官方回来聊一下 明天这个重头戏就是台积电 雅利桑那州的遗迹典礼 轰动武林 但是今天怎么会没有庆祝的行情呢 大家都在等 明天比较明确的说法吗 但是今天拉回反而是给你上车 还有这个再次进场的好机会吗 请问邓老师 广告回来锁定武器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武器股市同学会 台积电明天很重要 雅利桑那州的上机典礼 大咖云集 但是这个时间点 为什么这么多大咖独缺一个人 那就是英特尔执行长季辛格 没有在美国居然要来台湾 找OEM厂商 10月9号要去韩国会三星会长李在荣 明天上机大典 未量产先轰动 而且这一次很妙 他们在典礼完之后 要在周六加州举办投资人日 股神会不会派人来呢 那我想先问一下邓老师 这个台积电这一波上涨 当然第一个是跟八爷爷埋谷有关 那八爷爷为什么 因为要看中他去美国设 这个三奈米四奈米的晶圆厂 但在宜机典礼之前 台积电今天做的比较大幅度的拉回 是不是一件好事情呢 另外一块 今天大盘的拉回 其实多数的股票都是在跌的 但下跌的时候 怎么样检验它后续的动能 跟有没有上涨的扎实实力 就很重要了 你不能选错股票 这阶段来请老师帮我们 好好的来说清楚 跟找这个选股的脉络跟逻辑 那我们先从台积电来讲好了 今天在一季典礼之前 股价先做大幅度的拉回 是不是一件好事 好的 当然是好事啊 我相信同学们一定会觉得说 在上个礼拜 我们一直坚持说 不要追 不要追 要踩刹车 结果呢 在整个Line 8里面 也有很多人认为说 邓老师是不是讲错了啊 他明明就从498 最高还看到508 但是我还是坚持 只要在Line 8问我 那我都说不要追 赶快出 他一定会回到470几的 有没有 那结果今天来到478 可是在还没回来之前 大家一定不相信 但是回来反而是好事 所以来回也差30块 差30块 差30块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 当时在370的时候 是跌破所有的均线 我说这个地方要转折向上 没有人相信 我当时拿月K 然后历年来 从3955 然后整个低点算给各位看 然后370差不多 果然就隔天止跌了 止跌上来的时候 大家还在怀疑 我说行情总在半信半疑中成长 好 来到这个地方 消息出来了 这个缺口 对吧 巴菲特缺口 巴菲特缺口出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就很有信心 一直想买了 对不对 可是离这里 已经差了快100块了 那你还记得 昨天我们在讨论一件事 说在上个礼拜五 12月2号 这个持股五张以下的小股东 人数减了 对 瑞减 我说这是很聪明的 是 因为他赚了110块资本利得 那么机会来了 如果台积电明天再压下来 准备了 那些你高档有卖的人 赶快再买回来 你又可以赚一次股息 12月4号要出息 对 那你就是资本利得赚 股息也赚 好 现在重点就来了 台积电回到这里 是不是快接近月线 是 月线476 我一直在讲月线月线 大家认为说好像不来 今天要来月线 好 那来的月线是不是马上可以买 不行吗 还可以稍微等一下 为什么呢 来 各位看这一条线 这一条线 我们看到半年线在466 466 然后我刚才仔细算一下 这一波370 涨到508这个最高点 是涨了多少 138块 所以上 昨天我们算给各位看说 138块除以这一波 从688跌下来 它跌了318块 是回挡了43.4% 是 是完全要符合回挡 回升 3分之1到0.38 也过了对不对 到了0.4了 所以要拉回 那现在拉回 要拉回多少 你就从这里算 这一段 370到508 508 这一段涨了138块 好 我刚才算回挡3分之1 会落在一个很神奇的数字 既然落在462 462又是什么意义呢 就是这个缺口 你还记得吗 还叫缺口 11月15号的缺口 就是450到462 缺口的上方叫做462 缺口的下方在450 所以当时我们说 这个地方它用时间波修正 它就不用大幅度的修正 然后时间波修正 那指标快速往下修正 然后刚好就会落在这个缺口上方 462 462这个切线切过来 又刚好半年线在上面挡住 半年线466 对 所以也就是说 在半年线附近 空手人可以开始买了 如果明天万一再跌 你看到466附近 你就可以买了 因为462有个很强的一个 巴菲特的缺口 而且它回挡的这个幅度 也差不多满足 也刚好回挡3分之1 对 也刚好满足 好巧 所以那个地方有非常双重的支撑 所以你在高档有卖的人 看到466附近就可以开始买了 好 就台积电 那大盘也是一样 是 因为大盘我看到台积电 466附近出现的时候 也代表大盘回挡的差不多了 好 就是可以一起看的 是 台剑跟大盘的观察 老师讲得很清楚 那记得 除了台剑之外 包含今天有些高价股 也回挡了 有没有关系 回挡是给你找机会 怎么样抓支撑点跟介入点 大家可以参考画面上面 除了这张CG之外 也可以拿你的手机出来 打开相机 扫一下我们邓老师下方 大头娃娃的QR Code 跟老师加个朋友加个Line 那相关表格上面 这些热门的个股 跟操作的方法 在Line 里面都会跟大家 有更加详尽的讨论跟说明 好 老师 那我们针对表格当中的个股 一档一档来拆解 好的 我早上在做图传的时候 我就一直觉得说 这个月线应该要来 因为那时候还没收盘 是早上一早还在这附近 结果真的 在那边折磨你 对 快点 然后你刚好可以逢地来买 因为我们在上礼拜不是讲说 这个礼拜 这一周应该要拉回 老师有说 对 要拉回 那拉回我希望赶快来 好 来的时候你们要记得赶快买 然后就摆到这个年底作帐 好 那年底作帐 我们从高价来讲 普瑞它是一个 非常漂亮 你看这个底出来之后 它回来就是撤在这个景线附近 那它拉回来接近五日线 你就可以开始布局了 那最好的买点 当然是接近月线 今天它有跌下来 可是各位看一下 有跌很多吗 没有啊 就回在这里 为什么 因为它反弹三分之一 是不是要看1100 我们昨天用周线 去算给各位看了 好 再来 翔硕 今天翔硕跌很多 对不对 那可能跟公布11月的营收 有关系 对 但是它的好买点 是在月线 就是在这个20MA附近 各位看一下 今天刚好 来了 对 差了 反而接近 快到了 快到了 快要碰到月线 所以也就是说 空手之前没有上车的 反而明天要去注意 这个上车的点 因为它反弹三分之一 也是要看四位数 对 所以这个大方向不变 但是拉回来买 这就是为什么明君 你昨天问我说 你就是买黑不买 对 拉回来买就对了 不用追高 因为这个盘我一直算 这个礼拜应该要拉回 果然今天大家看到拉回 可是一拉回你就开始害怕 这就是人性 对不对 真的 没错 不要怕 你本来就是要让它拉回买 不要去追高 明天再跌一下最好 所以好股票拉回来买 好 威风店说今天也是拉回 可是各位 月线也是个很好的买点 你看月线是最好的买点 它今天是守住 表格上面都有特别提醒大家 对 如果有来月线让你买 你更加高兴 因为我们算过 威风店只反弹三分之一 如果同学们不健忘 它是看313 上位数的 对不对 看313 你就算300块 未来要看300块 如果可以让你买210几 210几 那就是你要的利润 你摆到年底可以赚个七八十块 何乐而不为 不用每天冲来冲去 就是买好股票 好 创围 好 创围今天也是一样 整个TopC 都拉回 可是你看它拉回有没有利手 它还算强 这就是make up 它五日线是守得稳稳的 没有碰到五日线 那我们表格也告诉各位 如果回到五日线附近 你就可以低接了 为什么 你看底下这么多条线 四条线撑住 四条线 五日线 月线 季线 全部撑在这里 当一个很强的支撑 因为它光反弹三分之一 我们在昨天 周线也算给各位看 是看多少 是看160 有没有 对 对 我说它不会一口气 就从100涨到160 不会阶段慢慢涨 所以你就拉回来买 好 然后波段的就抱长一点 短线你就是低进高出 没有问题的 好 那看上尾投控 今天又来回撤这个百元大观 那也说你没有买的人 就可以把握机会 那当然在整个封店族群里面 我觉得它的基本面是 蛮值得期待 也说今年如果赚一个股本 股价你可以买在100块附近 很漂亮 因为最近好多 风电途能的股票 都蛮强势的 对 会轮来轮去 会轮动 所以基本上都不用去追高 如果会轮动的话 就是拉回 找你想要的标的来做 没错 好 好 再来 惠特 各位你看 它今天也算是 来回撤一下五日线 是好事 那各位你看 五日线就在这附近 是 拉回也亮说 拉回也亮说 这就是非常标准 那一样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所有均线纠结处 所以空手的就是 大概明天就是好买点 因为今天Light有很多人说 在问我说今天 拉回来要不要今天买 我说今天不要买 今天才沙盘的第一天 你不要急 空手的不要急 明天来买比较安全 尤其是我们挑出来的标的 第一个 有没有基本面 有 千三计算12.76 这样本益比几倍 各位数 各位数 有够低 然后这个G期 G期很漂亮 G期低 本益比低 指标也漂亮 MACD 也是爬在零轴之上 所以像这种好标的 你反而就是 买黑不买红 而且很好买 为什么 因为这个礼拜 刚好就是大牌要稍微拉回修正 那修正你就是看台积电 对 如果台积电月线跌破 你不要怕 半年线一定撑得住 好 然后巴菲特那个缺口 462更漂亮 但是462不见得会来 只是我算三分之一 刚好462 462 太巧了 所以从466 开始可以布局 好 等于466到462 这个地方应该是非常漂亮的 第二车买点 因为不要指望说还有370 我就不大可能 真的不大可能 好 那你看金测呢 我们之前告诉各位 它的景线在这边 对不对 那1比1 我们是算过了 会到618 那这一次拉回来就好事了 你看它回来 就是回来50线而已 你看到整个线型上 50线还是没碰到 那是不是特别强 所以如果说 它有回到50线附近 基本上就是让空手去买 但是目标已经算给各位看了 到那附近要懂得下车 再来各位拉回亮就说 这都很典型的一个技术线型 它刚好就是很典型的 涨了之后带亮 拉回就亮说 所以空手的 你喜欢做金测也OK 就是拉回来50线买 然后接近618附近要先拔档一次 中探针 好那讲到中探针 今天算特别强了 不错 那当然各位 我们老萧老师讲的 四分满分的就有它 对不对 然后你看均线纠结就在这里 所有开花往上翘 但是它50块是有压力的 所以今天来到了488 可是回来各位 五日线就撑住了 五日线是撑住的 所以你发觉到 蛮远的 接近五日线你就可以 低接 好 你空手的不用去追高 来这个地方 五日线附近来做低接 是OK的 是很安全的 中探针的部分 接近五日线再来低接 电源管理该系的 是 帽达 好 那我们看到帽达也是 它这个地方一突破之后 展示加速 对不对 那现在拉回来 那拉回来 我们就来找五日线 十日线这个地方 其实都是可以接的 所以你看到它 今天来碰一下五日线 那线型都是往上走 但是你没有发觉到 要说 对 好 量是说 所以能够买在五日线